哇!這個穿出來真的有哇的聲音 因為這個款式做得很仔細 設計感很好出 這個是兩個顏色的 我現在穿的是黑色 這個是粉紫色 你會見到我現在穿的是 下身簡單一點 A-line layer的一個裙款 這邊就配上了我剛才介紹的牛仔褲 可以配襯這種風格 袋款在這邊 冷靜一點都可以的 如果比較斯文一點 就配襯這個 黑色裙子最穩定 因為這個款式的 搶眼位或者設計 都是比較細緻 做得很細緻 特別我最欣賞的是這個 鋸圈的接駁位 是我喜歡的斜蓋 這個 這幅是上面的接駁位 這裏就是一個甲圈 另外整個設計最吸引的地方 是手袖 雖然這個手袖 我會說更細緻 這個手袖的確是比較誇張的 它這個除了是一個 扒扒袖的設計之外 它這個再用了一個 通花蕾子的布質去配襯 Sorry 通花蕾子 有一點通花 不算很誇張 一些刺繡的圖案 除了通花之外 還有一些刺繡的圖案 偏實色的 整個的 款式是比較仔細 而且令我最欣賞的地方 是那個手袖口 平時一些 以韓系手袖 比較誇張的手袖款 去設計的話 這個位置會這樣做 水墓的形態會突出很多 但你會看到我這個 是做了一個斜咳的 而且那個手袖 不是太拋身的 但你也會看到一個 很有Style的款式 這個就是我挺欣賞的地方 這個的確是一個橡筋口 但這個不是做了一個 速咳的效果 如果這個位置 它拿小那麼多 這個位置 的確就會做一個 水墓咳的 款式 那可能它 嗯 我自己覺得 除了那個 手袖比較搶眼之外 其實在領位 側屈這個甲圈位 其實它都有放很多深思 去配襯做一個Style 有些蝴蝶結 珍珠 其實整個的款式 都已經是很豐富 那麼手袖 不想拿到這麼誇張的設計 的時候 它在這個位置 就做了一個垂墜的效果 它的確有一個 泡泡的觀感 但是未去到很誇張 或者未去到一個 水墓碰碰撞的程度 那麼就剛剛好 什麼都是豐富 譬如你有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線條Glaze 領位 有一個 絲打蝴蝶結 有珍珠 而在甲圈這個位置 都有 細節 一個斜角 接駁了Lace 令到這個位置 偷窄了 我的側骨其實在這裡 它就向前了 令到 其實這個剪材是有好處的 你玩誇張的手袖 但是不會顯得很累積 然後把那個位置 壓進來 拋了少許位置 這樣做得是很細節的一個款式 你看到我都要用詞彙去介紹 那或者我旁邊 你旁邊這樣看我 我垂直了一隻手 那你會看到布側都是偏垂墜 其實前面這樣看 都不是說這樣 如果做這一款的設計 可能它在三身的細節 要減 剔走少許 對 剛剛現在各樣都 位置 平衡到 對 這個也是偏寬鬆的 長身 除了好像我剛剛這樣擠 也可以好像這個 搭配牛仔褲 搭一個涼鞋也好 搭一對 輕鬆的涼鞋 或者斯文的涼鞋 其實都合適的 兩種風格 我換了這一套給大家看看